沈大佬他说这个我们刚看到的民调 其实就是昨天提到的钟广盖洛夫 他说这就是国民党的最低点了 那他也认为四面楚歌 不过国民党终究会痞疾太来的 那你看到这两份民调 我们刚也讲 其实他的整体的排序跟数字都差蛮多的 我是觉得沈大佬对国民党太乐观了 但因为你必须要知道 从去年11月12月的国民党一片大好 到现在的仇云产物 也不过才三个多月 那为什么会这个民意会变动的会这么快 我相信国民党的高层 自己要去思考一下 是不是各位 你们各位就是觉得好像 2024已经这个胜券在握了 所以呢就做出了一连串 很离谱的一些决策 包括比如说之前被骂翻的选册会之类 那当然我认为国民党不是没有机会 都有机会 因为毕竟现在才三月份 还没有到四月份 2019年的这个整个选战 在三月到四月份的时候 是理论上那个时候国民党也是一片大好 然后呢当时最后呢是在六月 民进党的候选人定于一尊 蔡英文这个确定他出现之后呢 民调才开始逆转 而现阶段这个国民党就落后了 这个不管哪一份民调啦 几乎都是国民党在落后的一个阶段 那不管他这个跟这个柯文哲的这个急剧差多少 因为柯文哲的民调始终大概都在两层上下 他没有基本上没有变动 所以变动的都是在国民党的这个区块 以及民进党往上升的趋势 那这个趋势确实在现阶段对国民党来说 我就用警讯来提醒国民党 你这段时间是不是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情 或者是包括提醒侯友宜 就是市长你是不是你在意的这个定位 可是呢一般民众对你的定位 到底你是要选总统还是要好好当市长 这个定位也许一般民众有不同的看法 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简单来讲现在的卢秀燕 很多人说现在卢秀燕很高啊 我们把他拱出来 我告诉你只要卢秀燕 一说要选总统民调立刻掉 为什么 侯友宜最大的问题就是 他过去跟国民党的距离一直保持距离 所以很多的中间选民会对侯友宜抱以期待 就是你跟国民党有一定的安全距离 所以我认为你可以信任 可是当今天这个国民党也好 或者是侯友宜开始决定 我们要把你定于一尊的时候呢 这些人很快的就会从侯友宜身边开始改为光旺 为什么 接下来你既然你要选总统 我们检验你就不会是用 新北市长的水准来检验了 所以这时候呢 你的定位开始转变成要选总统的定位 因此我开始要看的就是你对国阵的处理能力 你对国家包括两岸 包括国际 包括能源 包括这个台湾的经济等等各个层面的看法 所以这个时候当你开始你的定位从市长转移到一个可能参选总统的候选人的时候 你没有相对应的提出让人民可以信服的论述 让人民可以这个相信你让人民可以觉得你是一个领导国家领导人的时候 你的民调就会开始掉 所以我说这个民调从来就不会是 当然民调是起起伏伏啦 这个民意如流水 蔡英文一定也没有想到 这个2021年 整个政府施政满意度 甚至可以到六成以上 那为什么到了这个2022年就整个崩壞 所以国民党也一样 就是不要以为2022年 都已经有过2018大胜 2019到2020大败的这个局面了 你国民党现在至少他们我觉得就是起了一个头 已经确定这一次跟2019年的初选会不一样 就是没有初选是征召 那至于后续呢 关键就在于第一个 我看到今天有很多新闻都讲说 这两个礼拜 包括已经见了这个张亚中校长 包括下礼拜要见这个赵少康 接下来还要密集的找这个郭台铭也好 或者是这个侯友宜先生也好 就是当党中央开始启动这个程序 我相信很多的这个蓝营的支持者开始心 那个叫做心头压好听 就是他们的那个心情会比较能够 不会在那边浮来浮去 浮浮沉沉的 就觉得哎呀你到底侯友宜有没有选 到底谁 大家会觉得说现在党中央有在布局了 特别是在赖金德4月12号 就会正式获得民进党提名 其实他已经就定位 那国民党的这个战斗位置 到底什么时候才要站稳 我觉得这是现在很多支持者 对这一份就透过民调 告诉你国民党 你们还没准备好 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大警讯 至于会不会真的让他从匹迪泰来 关键是要 我觉得第一个 时间点六月以后观察 就是六月以后 为什么我说六月 因为四月份发了现金六千块之后 短期内在野党不会有明显优势 可能要到六月 就是报税季结束之后 六月甚至进入到夏天 很多的民生议题开始要进去 甚至有可能缺电 不是说要唱水缺电 就是说夏季他的用电 会比较是一个真正的考验 那包括这个缺水的问题 到那个时候有没有缓解 就有很多的民生议题 到六七月会进入深水区 包括缺氮 如果那个时候氮的供应稳定了 也许民生的这个问题 就会少一点 那所以我说很多的议题 在野党要在那个时间点 表达出你们的这个战力 那一旦有了战力 包括执政党的一些舒适 如果被放大 然后呢 或者说他们确实 没有办法能够处理好民生议题 整个民调还会再有变化 所以我说关键要在六月以后 甚至包括两岸的议题 包括你比如说下周的 这个蔡总统出访 包括马前总统的出访等等的 这些都有可能影响 后续的民调的变化 但是关键本质上 国民党能够操资在己的 就是把自己的候选人提出来 并且为他准备好 所有治国的论述 没错 那我想要先问杨明哥 因为我们的网友 宋仲基的董内 他也想要再问问看 你说你觉得赖清德 有什么样的国际观吗 赖清德有没有国际观 老实说 其实没有那么重要 因为他不是挑战者 我必须要强调 对民进党的 就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昨天这个盖洛普民调 很多人其实没有 没有把 有一个数字没有把它对比出来 赖清德在这份民调里面 支持度是32点 好像32.4还多少的 就是昨天中广盖洛普的 他是大概32点多 可是呢 层级重的满意度是35.6 也就是说 满意层级重的比支持赖清德还多 对 你能想象吗 好可怕 没有你就会觉得 这根本跟我们想象的世界 是一个平行宇宙 可是我们现在的施政 越来越是一个平行宇宙 你觉得赖清德没有国际观 但是有一群人觉得赖清德 非常有国际观 所以我说这个 对于现在的执政者来讲 尤其届时他可以靠副手支撑 那同样的啊 比如说如果赖清德有国际观 那一样的来检验你 侯友宜有没有国际观的时候 这时候两个人又要站在同一个 这个舞台上面较劲 所以我说这个是比较的 不是说比如赖清德跟蔡英文比 相对来讲 他在国际谈判 国际的这些的这个经验一定不足 可是至少赖清德有过当任 行政院长的经历 那他在副总统他也出访过 可是我们就问侯友宜 比如说如果今天要检验侯友宜的时候 侯友宜有没有办法展现出 至少他要不能输给赖清德的 这些的能量 所以我说这个是 这是一个动态的 他不是说他一定有或没有 还有包括支持群众 对他的期待等等的 所以如果这个后续国民党能够展现出这个治国的能量 我相信民调起来的这个幅度 应该是不会太差 但是关键就在于说你要展现出那个定位 袁建宇有一题比较相对敏感的要来请教您一下 因为我们刚刚你也提到 淡水的那个侯孟凯跟陈伟杰之争 最后呢由这个侯市长出面之后 敲好了 那你刚刚也自己也提到新店 跟罗明才这个挑战者 这个刘哲彰 那因为他看起来显然就是没有要被协调 所以他才刻意选在下午低调的去登记 让这一切看起来大事已定 那有一些近侯人士就有分析了 他说淡水跟新店他在选区上本质上有不同 所以在淡水第一个他也不是蓝营的大本营 也不是铁票舱他又不能输的压力 而且千万要像拆弹一样的小心翼翼 所以侯友宜出面做了这一把 可他不认为侯友宜会在新店 因为他是一个铁蓝区 所以无论是谁都有机会会赢的状况下 他会出手桥 这部分想要请教你 这个完全认同他的说法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那个近侯人士就是我 因为那个记者就是问我嘛 然后他把我贴个标签叫近侯人士 所以这个我角色很多元 但我跟大家讲就是说我确实是这样认为 就是说那个淡水就是一比一 有裂痕的话就便宜民进党 新店的话就如我刚刚讲的 不要打到这个两个真的有裂痕 那只要胜出那个人可以得到支持 我觉得新店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罗民财七连罢了 但是那个刘哲璋他认为说 总是要有一些新面孔 你不能做个十几届下去吗 而且上一届罗民财已经 有跟刘哲璋好像讲好就说 是不是可以让刘哲璋出来选 所以这个是一个世代流动 我们不要说交替 就是一个人才的流动 我个人是觉得人才流动这一点 在国民党应该要去重视这个议题 不过真的不要撕破脸 我觉得刚刚讲那个徐晓鑫 跟菲永泰那个我一直很不解 就是他们两个不都找了 非常多的主任吗 不要 徐晓鑫说是那个面店 那个菲永泰讲说是因为 先看到面店老板来登记 所以他马上主任就去登记 然后徐晓鑫说那个面店主任 跟他没有关系 所以如果说是 按照徐晓鑫的说法的话 是菲永泰他们先准备 主任要去登记 是他先发动 然后徐晓鑫又弄了一个主任 然后菲永泰又弄了一个主任 然后他们都说 因为我是在现场看到 所以我才去登记的 我跟你讲我很难想象 为什么 因为第一个你领表 你登记都要准备非常多资料 你有办法在几分钟之内 就已经准备好 要填很多东西 那第二个还要缴110万 去哪里掉都110万 所以可见就是 这早就是在那边等了 那这样子的话 就真的会让人家觉得过激 我的看法是过激 过激就是没办法 不容易整合 所以这个问题我是觉得 真的要稍微冷静一点 要冷静一点 然后刚刚讲那个蓝白河 我的看法是这样 就是说确实就是 柯文哲是会左右 侯友宜的选情 但是你去克服这件事情 有两个方法 有的人讲说 那不然就蓝白河好了 蓝白河不是说不好 但蓝白河有主观跟客观的因素 就是说会不会朗友其媚 媚无异 国民党很想跟柯文哲和 可是柯文哲都不想跟国民党和 到目前为止我看那个趋势就是这样 因为连胜文也都说过 他说他之前跟柯文哲选过 然后他被柯文哲欺负 但是他都愿意蓝白河 其实这是一个很善意 我觉得是很善意 但是民众党也不接求 民众党的接求方式就是说 不要活在选举的阴影 我们可以跟蓝河也可以跟绿河 就是说你会感觉是要 他出现一种狼友其媚无异的状况 所以这个会增加那个技术上的困难 所以蓝白河我们先把它抛在一边 还有一个方法 可以得到柯文哲的支持者的支持 就是你壮大自己 你看你之前侯友宜的民调很高的时候 柯文哲的民调就是 就没有那么高 为什么 因为侯在过去是可以吸到柯粉的票 那现在为什么感觉 好像柯文哲忽然举足轻重了 是因为侯友宜的民调下来了 那侯友宜的民调下来 当然跟他这段时间都没有积极表态 要带领大家去一战 这个态度是有关的 这也不用否认 所以沈副球才会讲说 侯友宜是关在笼子里面的老虎 现在你看起来关在笼子里面 所以大家没有什么支持 笼子一打开他会冲出去 这是沈副球讲的 那当然是怎么样我不知道 因为侯友宜你也要加强自己的论述 就是说刚刚杨明说的那些 对不对 就是他也许大概按照我们党的旗程 这是我判断的 现在先确定要征召 确定要征召 之后是不是要来讨论一下 那个征召的制度是什么 是你用什么标准征召 你要告诉大家 他现在不是都在约谈一些人 然后制度确定之后 他开始决定人选 这弄弄弄也要弄到五月以后的事 那你说侯友宜在这一两个月 都没事干吗 没有你可以加强你的论述 对不对你可以骂民进党 缺弹的问题 新北市也有缺弹 你不是总统候选人 你也可以骂民进党 对不对 昨天我们板桥发一个鸡蛋 万能空巷各位 大家看到那个鸡蛋 如获自保 以前会这样吗 以前搞不好 里长发鸡蛋都没什么人想去 为什么现在发鸡蛋 大家如获自保 万能的民进党政府搞的 这你可以骂对不对 然后那个侯友宜一开始讲说 那个什么 不要做强国的棋子 这句话很正确啊 不对要做强国棋子 然后赖清德去骂侯友宜说 你不要医美论 侯友宜就定定了 你可以骂回去啊 怎样不能医美 所以要做美国的儿子 怀疑是理性的基础 你是没有读过笛卡尔吗 我师故我在 赖清德你这种人就只会洗脑 只会愚民 对不对 侯友宜可以展现这高度骂他 这些方法都是阐述人民心声 以及获得民心 以名为天的方式嘛 你不见得要说 我要选总统 我要成为候选人 不是的 你其实现在都可以 在做这些事情 那当然我觉得 这个傅坤起讲侯友宜说 你以前跟党很远啊 这个你要嘛 你觉得你那么厉害你来接 或许大家会觉得说 你要公开讲这些吗 这个会不会又不太好 可是事实上有一些人会认同 有共鸣啊 说对你以前好像四大共同之后 跟我们不一样 那你现在就可以跟党 都结合啊 对不对 表示说我不一样了 我现在跟 我是国民党的最强战力啊 那这些都可以想办法 可以让这个制度回来嘛 所以我 我觉得不见得 因为刚刚是讲到柯的问题嘛 就是蓝白盒好像 真的是主观应关一处 可是我壮大自己 这是我可以超之在即的 我觉得这个事情是可以做的啦 海黄鲍鱼干杯 EXO醬 里面有严选新鲜的顶级海鲜 跟蜜质的独家配方 还有富含胶原蛋白 还有黏多糖 低脂肪的高蛋白 肉质鲜嫩 EPA跟DHA的含量更是丰富 现在购买还有优惠哦 输入我的优惠代码 GTI714 享有折扣哦 GTI715